第一次我記得去年這個10月4號 日本中央大選結束之後 這個9月自民黨總裁選 10月中央大選 後來是這個安田文雄嘛 當然擔任首相嘛 在國會的子民選舉裡面嘛 那當時就有非常多的外媒 包括台灣的媒體也在報導說 因為安田文雄他是這個 他的立場沒有像安倍那麼反中 所以對於安田文雄的這個施政 會有一些擔憂 然後尤其他用採用臨防症做這個外媒大成 那這個方面其實 我覺得有些評論表示 不是很瞭解日本國內政局的脈動 第一個就事實面來講 其實安倍雖然說對台灣有特殊感情 然後跟台灣有非常濃厚的這個 情感的基礎跟往來 安倍在任八年 其實沒有在任何的國際場合 提過台海和平穩定的重要性 第一次日本首相提到 是2021年4月16號 菅義偉到白宮去跟拜登崩會的那一次 那是第一次 那原因當然也是因為這個 他是曾記安倍路線 那去年安田文雄上台之後 大家就會來猜 是不是安倍路線會被中斷 結果安田文雄上台 11月4號去年到現在 才短短不到10個月 他已經在超過10次的國際場合 提到台海和平穩定的重要性了 所以我覺得去懷疑這個或猜這個是 沒有意義 另外講林方正 大家很喜歡討論 可是林方正的確在北京有非常多朋友 可是很遺憾的 他在華盛頓的朋友是更多 如果你講林方正量表0到10 林方正親中10 那他親美就是20 因為林方正是少數的日本的政治人物裡面 英文相當相當流利的 然後對於這個華盛頓這個國內政治的脈動 掌握得非常好 所以安田文雄當時去年採用他做外務大臣 除了派系平衡的考量之外 另外一個是林方正是少見的政治經營裡面 非常具有外交手腕的 並不是因為他親中或不親中 那另外一個從比較大的格局來看說 這個安倍的挺台路線 或者是這個日本跟中國之間的關係 會不會因為安倍的辭事而有中斷 那當然也非常明顯 是這個非常困難 原因在於說中日有太多 這個結構性的安全矛盾 有太多 那這個部分已經不是說首相個人 我的意識形態 我喜歡或討厭中國 我喜歡或討厭台灣 這樣一個情緒性的單獨邊緣可以來決定的 舉幾個簡單的中日之間的結構性安全矛盾 從朝鮮半島開始 眾所周知 烏克蘭戰爭尤其烏克蘭戰爭爆發之後 中國跟北韓其實現在一直 卯盡全力想要發展戰術性核武 那戰術性核武 它在戰略上有一定的嚇阻力 包含我們之前有討論到烏克蘭戰爭 那普丁一天到晚在威脅說要使用戰術性核武 所以今年開年一直到現在 北韓已經試射過17次的飛彈 打了26枚飛彈 然後大家一直在這個擔心說 金正恩什麼時候會推出第7次的核四爆 那第7次的核四爆沒有意外 應該核當量會非常小 非常難偵測 因為戰術性核武 它需要的核當量是非常非常小的 所以就朝鮮半島的議題來講 中日基本上就存在了一個 非常嚴重的結構性矛盾在那個地方 那第二個當然就是我們剛剛提到東海 那東海 中國跟日本從2008年開始 就貓抓老鼠 到2010年撞船 2012年野田佳彦把這個 9月11號把這個兩島 釣魚台的四島裡面的兩島收歸國有 然後就一連串的衝突 中日之間在東海上 在2013年11月23號 東海防空識別區的畫設 然後一路炒 炒到2018年的5月11號 李克強到日本去G20的峰會的時候 跟安倍簽這個海空聯絡機制 他簽了之後他也不履行 對啊中國也不履行這個海空聯絡機制 尤其安全熱線的設定 從2018年5月11號簽到現在 到上個月安心夫去參加 相隔禮大對話的時候 威風和還在跟他講說要儘快 對 啟動這個中日的安全熱線 所以這個中日在東海的 這個結構性的矛盾問題 並不會因為日本首相換人 他就不存在 這個已經是從 如同我剛剛提到2008年 甚至於民主黨他都還沒執政 經過了幾任首相 這個矛盾都還在 然後第三個當然就是南海的問題 中國決定2013年在南海的垂沙全島 2015年開始軍事化 那偏偏南海 從印度洋馬來西亞海峽 到南海的這個航道 又是日本主要的能源的生命線 對 所以你中國一直不斷的 這個在做戰略外推 然後逐步的以武力 慢慢去控制這些重要的國際航道 這個過程 你要日本裝作若無其事 這個太困難了啦 所以這個我自己的判斷 包含我們剛剛上一節節目提到 日本在今年年底 有三個重要的國安文件 那日本為什麼到現在 都還沒有常態性的參加這個 美國的這個 自由航行任務 就是自由航行任務 原因其實是這個是也是 沒辦法 因為日本四個88艦隊 它現在的所有的海軍艦艇只有54艘 那日本的這個 日本是一個島國 它是幾千個島組成的 所以日本 雖然說它國土面積只有三十多萬平方公里 可是它的 如果加上它的領海跟的EEZ 加起來是六百多萬平方公里 是非常大的一個國家 54艘艦艇 完全不可能 所以在今年年底的防衛計畫大綱 跟中期防衛率準備計畫 其實日本會快速的增加艦艇數量 那很快的 就有辦法可以跟美國一起 在南海做巡弋 所以這一些問題 我們都還沒有講到台海 所以光這三個結構性的安全矛盾 你任何日本首相想要對中國有好感 我覺得都有結構上的不可能性 那吳老師怎麼看呢 我很快來講一下 這個分成另外兩個城市 日本內部 日本的外交 我們提到說林芳正是號稱親中派 甚至於岸田也有這種感覺 是第一個 親中派崛起的背景是當年 歐巴馬時期 美國還在跟中共是和解的關係 是戰略合作夥伴的關係 所以美國都跟中共有來往 日本跟著有來往 在美國的這個 跟美國一致 這個並不突兀 那現在美國已經調子變了 美中是進入 由和解進入對抗 所以日本也應該看出這個趨勢 這第一點 再來 日本的外交 不管你是親中還是親美 日本的外交 一向在美國的掌握之下 日本的外交 沒有超出美國的那個 所謂如來火的掌心 這樣懂嗎 就算你是親中派 你敢親中嗎 如果現在美國的那個 在美國的監督指導之下 你日本的外交 絕對是跟著美國走 這個沒有問題 再來 現在好不容易 有一個歷史的那個機遇 就是日本有可能 最起碼以前的那個門檻 都跨不過去 現在有可能達成 跨過修憲的門檻 任何一個政治人物 都應該抓住這個機會 來建立個人的歷史地位 對日本的歷史來講 這個修憲的問題 國家正常化的這個追求 絕對是一個具有歷史地位的一個 對政治人物來講 是一個誘惑 你可以打造你的歷史地位 再來最後一點 日本外交 一向有敏銳的感觸 我舉一個例子 1972年2月 尼克森去中國訪問 那個時候 並沒有說要建交 只是一個願景 美中將來要關係正常化 畫一個大餅而已 結果當年9月 1972年9月 日本首相田中角龍 就跑去跟中共建交了 後來證明他這個方向也沒錯 日本 因為在美國的那個管束之下 對美國的這個外交 花很大的心血去研究 日本的外交變成說 有時候感觸非常敏銳 抓住美國的外交的轉變 抓住關鍵的時期 做出這個領先的動作 是這樣 背景是這樣 再來 我們現在回顧一下 美國有一個理論 有一個 就是以前卡特時期的 國家安全顧問 不理心之際 他有一個大棋盤那本書裡面 講到一個問題 就是中國跟日本 都是具有強大的生命力 他們有敵對情緒 OK 但是不要讓他們真的打起來 他說為什麼 因為打起來的結果 分出勝負之後 輸的一方 像勝利的一方臣服 合起來的話 中國人跟日本人合起來的話 這股力量美國很難應付 所以美國不要讓他們 去分出勝負 不要讓他們去開打 讓他們有矛盾就好 有敵對就好 不要讓他們真的打起來 當時不理心之一 有這樣的一個構想 然後呢 演變成現在的話 日本如果要重整軍備 加強國防的話 他有幾個軍事目標 第一個當然就是安倍提到的 要把國防預算 從目前的百分之一附近 拉升到百分之二 甚至於更多 然後再來呢 日本開始 要部署中程導彈 2500公里射程的 然後日本可能要出口武器 日本的軍工業可能要復活 再來的話 日本可能要把他的直升機航母 改裝繼續改裝成 可以讓F-35B 垂直起降的一個 算是輕航母 現在已經改裝完一艘了 大概日本有八艘左右吧 就是那個直升機航母要改裝 那這樣子的話 每一艘可以攜帶40架的 那個戰鬥機 垂直起降戰鬥機 這樣算是一個強大的一個改裝 然後呢 日本可能還會像澳洲一樣 要求美國移轉核潛艦技術 美國那個澳英美三國同盟 美國說要移轉核潛艦的技術 給澳洲嘛 那日本也可能也會要求 再來日本現在提出來一個就是 讓美軍把核子武器部署在日本領土上 不是日本自己搞核子武器 而是美軍把核子武器 部署在日本領土上 後來德國發現這個叫核共享 德國發現這個點子也不錯 德國可能也願意讓美軍 把核子武器 部署在德國領土上 是這樣子 然後呢 這個可能會有更多的這個 共同防衛條約還是協議 還是安全的協定 涉及到台海跟南海 所以日本的那個軍事目標 越來越明確 它這個鞏固它的海上那個 生命線 從印度洋 麻六甲海峽 南海 台海 東海這些那個 日本的海上運輸線這樣子 然後最後我們提到一個 就是其實美日安保條約 在1996年台海飛彈危機之後 我們當年3月份選總統 1996年的4月份 柯林頓總統親自到東京 為安保條約重新界定 叫做redefinition 然後那個時候把它修改為 那個適用範圍是日本周邊有勢地區 等於說不明講的把台灣拉進來 然後現在呢 這個也是安倍會講那一句話 叫做台灣有勢就是日本有勢的基礎 可是後面還有一句話 緊跟著一句話 就是日美同盟有勢 是這樣來的 就是說其實美日安保同盟裡面 已經悄悄把台灣拉進來 一個直接證據就是駐日美軍 五萬六千人裡面 有將近一半 本來是一半 現在可能六成的兵力是放在琉球 所以防守的對象很清楚 就是日本西南方的這些島嶼 當然也包含台灣進來 那其實駐日美軍駐琉球美軍 自己也知道 防守的對象就是台灣 所以呢 美日安保條約納入台灣這件事情 算是安倍終於憋不住了 把它講出來叫做台灣有勢就是日本有勢 日本有勢就是日美同盟有勢 現在我們台灣這邊要把它稍微扭轉一下 叫做日本有勢就是台灣有勢 日本有勢台灣應該要積極幫忙 那我們已經表現在浮島和地震那個事情 我們那個救災了 這樣 那以後在地緣政治方面 那個台灣跟日本的關係還可以更緊密 我們要把日本有勢視為台灣有勢 不能只是整天被動的時候 別人要期待別人來保護我們 那最後講一下說 進入大國博弈的盤算 美國如果讓日本重新武裝 加強國防力量 大家不是會說擔心說 是不是軍國主義的靈魂又回復 那我說美國手上掌握一張王牌 至少一張王牌可以牽制日本 不擔心日本重新走回過去的老套的那一套軍國主義 那這一張王牌叫做台灣 台灣不但是牽制中國大陸 也牽制日本 因為台灣也位居日本的海上運輸線生命線 那美國控制台灣 同時可以牽制第二大經濟體的中國 以及第二大工業發達國的日本 這一張王牌握在美國手裡 美國可以放心讓日本重整軍備 在美日安保條約之下 美國看管日本的軍事擴張 讓日本的軍事力量是為美國所用 配合美國的大戰略 分攤美國的防衛責任 在這個概念之下 擔心日本軍國主義死灰復染是沒有必要的 那也因為這個原因 日本看出來 所以日本會想把台灣爭取過去 讓台灣不會變成美國的棋子或籌碼 所以你現在看出來 日本爭取台灣 比美國爭取台灣還要用心還要用力 日本希望台灣跟美國發展出生命共同體 命運共同體這樣的概念 而台灣並沒有跟美國有這種概念 所以你現在看出來 日本政治人物爭取台灣可能不是只有安倍 從日本的國家利益跟國家安全的思考來講 日本必須把台灣爭取過來 避免美國用台灣來制約日本 所以台灣的那個局面 現在有比較微妙跟複雜 在大國博弈之下 可能有不同的那個角度觀察 是我想最後問一下郭老師 就賴清德訪日 有些人解讀成是這個 岸田表示要繼承安倍一致路線的一個 下的一個決心 會覺得這樣是想過多 就是想的太快了 或者說確實是一個好的開始 你怎麼看 其實持平來講 持平來講 因為安倍首相是上週五的早上出事的 然後一直到過了五個多小時之後 才正式發這個死亡通知 就是過世的 那日本的上葬習俗是三天 就是那個三天不是他從他過世開始 是回到家 開始計算了三天 所以他是禮拜六到家的 禮拜六到家 他三天就是 昨天是這個商禮 對 所以為什麼要提這個過程 如果安田文雄 在這個整個過程裡面有一點點遲疑 那個賴副總統是去不了東京的 對 所以光從這麼快速的決策 這不是一件小事喔 這是這麼大的一個決策 而且他做得這麼果斷 可以看得出來就絕對不是 例如說一次性或是偶然的 完全不是 那更何況這個是外交的基本常識 沒有所謂的副總統出門 沒有所謂的個人行程 這個是一種說法 當然是一種說法 對 所以我不認為說這個 這些意測啦 認為說這是一次性的 或是這個 單純的人道 那你會怎麼解讀這個動作 我覺得這是一個標誌性的政治動作 這個也是要讓中國知道 就是我剛剛所提到的 安倍的不幸 我們都不願意這個樣子 可是安倍的不幸 基本上在日本國內也好 美日或是台日之間 其實現在的氛圍是秉除成見 然後這個共識性越來越高 對 如果您喜歡我們的節目 請留言按讚訂閱分享 並開啟小鈴鐺 那麼感謝各位長期對我們的支持 新聞大破解團隊 將持續為您製作更有值的節目